欢迎收看新闻感批,我是马翠儿 巴黎恐袭事件中,希腊证实有枪手以 敘利亚难民身份入境欧洲 这件事已令到欧洲各国对难民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 担心欧民通过的移民配额制 会令到恐怖主义在欧洲蔓延 根据德国情报机关的情报 伊斯兰国专门在难民接收中心去接触难民 目前已发现超过100个个案 欧盟国家在2014年大约收到60万宗庇护 大约20%的申请人是来自敘利亚 现在恐怖分子透过难民潮渗入欧洲 各国的难民政策将会如何改变? 波兰是第一个在巴黎恐袭后拒绝欧民难民政策的国家 他们更加说我们要意识到之前错了 非常幼稚和不切实际 而一向对迎入难民持最开放态度的德国 亦处于两难的局面 如果停收难民会自打嘴巴 继续中门大开国内反对声音将会更加大 其中一个州财长更加说 毫无节制地迎入人蛇的日子 不能再继续下去 巴黎已改变一切 至于法国 总统奥朗德要求对宪法提出修正案 就双重国籍出身地等条款作出修改 英国亦都针对聚里亚难民进行双层安检 值得思考的是 停收难民就可以避免恐怖分子渗入欧洲 我们要知道 恐怖分子会透过网络去引诱欧洲青少年加入 甚至参与恐怖组织的训练 要对抗恐怖分子 单靠改变难民政策是治标不治本 但是在短时间内 欧洲人民对难民政策会极度关注 并且希望拒绝更多难民涌入 现在最重要的是各国合作对付恐怖主义 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失控危害世界安全 世界好乱,祝福世界 本集到这里,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